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抢签试驾 我是董车币原创主持人杨凯 今天来试驾的是路德斯的第二款电车 Emea 那对于曾经那个追求极致运动的跑车品牌 路测斯而言 他们用一台Emera 为自己的燃油车时代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那在接下来的电动时代里 路德斯先后打造了一台纯电动的SUV 和一台纯电动的轿车 那这么来看的话 进入电动时代之后的路德斯 多少有点不务正业的感觉 虽然前面的Elektra 依旧能够在赛道上刷出非常惊人的圈速 但是在我看来 隔壁家的Cyberster 才是路德斯这个品牌该做的事情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们还是迎来了路德斯的第二款电车 而且这台车在外观造型方面 依旧非常具有跑车风范 甚至可以说是超跑风范 出色的空气动力学设计 让这台车的外观显得非常锋利 锋利如刀 而且也拥有非常多真实的风道 所以这台车的风阻系数 是被降低到了0.21 但是你们也都知道 路德斯的工程师 常年混迹在F1的圈子里 所以相比于一台电车 所需要的低风阻系数 它们更擅长的 依旧是底盘的机械抓地力 和整车的空气下压力 所以它们选择用一些主动的方式 去满足这台车 在赛道上所需要的空气下压力 比如说这台车需要选装的 前方的主动气霸和后方的主动扩散器 以及标配的双层尾翼 那在这些主动的空气动力学套件 统统被激活之后 这台Emea 它在25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下 可以获得150公斤的静下压力 这是在抵消掉它的升力之后 所获得的静下压力 然后在它的外观部分 我们还能够看到 非常多真实的碳纤维材质 用来帮助减轻车重 另外就是足端装备的部分 21英寸的轮圈 标配的是贝奈利T0系列的轮胎 而且轮胎也是前后搭配的规格尺寸 后台拥有更大的宽度 和更低的扁平比 而前方也是使用了 对象六活塞的刹车卡钳 所以这么来看的话 这台路特斯的第二款电车 还是挺追求极致的 但是到了内饰部分 可以说就是 势罗罗的极客风格了 不愧是极客王 而且这台Emea 它在前排部分 无论是设计还有功能体验 相比于之前的Eletra 确实差异是非常非常细微的 所以前排部分 我就想直接略过了 去体验一下这台Emea 它作为轿车后排的乘坐体验 不过在此之前 我想先介绍一个 这台车和Eletra之间 功能体验方面的小差别 就是车顶的全景天幕 在透明和遮光效果上 现在可以进行更细致的区域调节 透明 遮光 透明 遮光 六老老师后排 好的哥 好 紧接着来到后排 对于这台拥有着5米1多车长 和超过3米轴距的Emea来说 后排的空间感真的还是挺宽敞的 至少对于我1米71的身材来讲 前排是我正常的驾驶坐姿 后排的腿部空间是在两拳以上 头部其实也留有足够的余量 但是对于那些身材更高大的乘客来讲 头顶上方可能会受到一点点挑战 不过这个部分其实我也能够理解 它作为一台轿车 其实已经尽量将电池组部分 做得更薄一些 而且也将后排的座椅坐垫抬得更高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乘客的大腿内侧 获得足够的支撑性 所以坐在这里 我觉得我是能够感受到 这台车的后排坐姿更接近 以往行政级别的燃油轿车 大腿内侧确实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撑性 而且双脚也有足够自然的下放空间 然而置身于这台车的后排 我原本以为路特斯想通过 这台四座版本的Emea 告诉我何为行政 只不过此时此刻我的真实感受 反而是人人平等 因为这台车前后排四个座椅 采用了相同的模具 包括他们的椅面设计 内部填充 还有座椅后方碳纤维的材质 都是完全一样的 而且通过后排中间部分 这个控制屏 我也可以单独去调节 后排座椅的靠背角度 它的坐垫长度 以及两侧的座椅按摩的功能 那结合它的后排空间 可以选装的四座的乘坐体验 和全面的功能性来讲 我想明确一点来说 这台Emea 它的后排表现 确实要好过于奔驰的EQS 但这毕竟是一台Lutus 所以后排部分的体验 我觉得已经完全足够了 我想立刻回到它的主驾驶系 好 接下来又到了 我的主观驾驶感受这个部分 今天我们试驾的这台Emea 是R加的动力版本 它的前后双电机 是有接近1000匹的马力 和接近1000牛米的峰值扭矩 要知道 这的确是一台快车 官宣的零百加速时间是2.78秒 而且它的后桥电机 也是匹配了两档的变速器 能够满足提速和急速能力 同时在巡航的状态下 也能够去稍微优化一下它的能耗表现 而且这台车所搭载的容量为102000瓦时的麒麟电池 是偏向于性能取向的 拥有8C的放电效率 能够匹配这台车非常极致的加速动力表现 当然也是因为这台车非常强调这种极致的加速动力性能 所以它很难做出一个很低的能耗表现 不过好在800伏的电机架构还是让这台车获得了比较高的补能效率 另外就是对应于S加和R加的动力车型 它们的官方续航里程 分别是650公里和520公里 那如果是放在燃油时代 我想说任何一款路特斯的车型都拥有自己独有的鲜明的性格 但是到了电动的时代 虽然它们依旧很快 但是驾驶的体验方面难免有一些趋同 但是这台Emea 它在驾驶感受方面还是想做出一些自己独有的性格 比如说在加速这样一个最简单的操作方面 它并没有把动力的充分释放 放在加速踏板刚刚接触的那一刹那 这台车的扭矩释放的状态 给我感觉它似乎更强调的是中后段的动力爆发 所以我想说的是 这是一台不容易让人晕车的电动车 但是我必须承认的是 刚刚在运动的驾驶模式下 我的大脑思绪还是产生了一点点混乱 我的天哪 它实在是太快了 好吧 还是让我回归到舒适的驾驶模式下 平复一下心情 顺便也调整一下自己的思绪 那我们抛开快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在驾驶的操控感受方面 这台Emea它带给我的感觉 更像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熟悉的是它的转向手感 依旧可以做到非常非常的沉稳 同时车头的指向性也是相当的精准 这台车方向盘的转向比 甚至要比Emera做得更小一些 像一侧打满只有一圈多一点点 同时它的刹车力度 即便是在公路上 也能够让我感受到 它更适合赛道那种激烈的驾驶环境 而且底盘的调教充满了韧性 它依然是适合那些爱好驾驶 喜欢驾驶所带来的畅快淋漓感受的那些人 然而陌生的是 它再也不是那个身轻如燕的路特斯 它再也不是那个 轻巧如蜻蜓点水一般的路特斯 这副沉重的躯体 虽然说没有在直线加速的过程当中 让我感受到有丝毫的负担 但是在高速转弯的时候 在经历颠簸震动的时候 透过车身的晃动 我能够感受到它比较强大的重心转移 这是大体重所带来的运动惯性 你没有办法规避它 只能通过更强大的动力 制动以及悬架系统去平衡它 所以在今天试驾这台车的过程当中 我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是 喜欢和热爱之间 其实还隔着一段距离 我所热爱的或许仍然是那个 血液里流淌着汽油的路特斯 你们呢 但如果电动化的转型 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我们也只能慢慢学着去接受它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作为一台纯电动的轿车 这台Emea 除了要取悦作为驾驶员的我之外 也要满足我周围乘客的 驾乘舒适性的需求 说白了就是在运动操控 和驾乘舒适性体验之间 它要保持一个足够好的平衡 在这个部分 它确实配备了一些 非常好的硬件基础 包括了双腔空气弹簧 ZTC减震器 还有后轮转向系统 而这台车 在舒适的驾驶模式下 它的底盘绿震表现 确实能够做到相当的平滑 我觉得以往的燃油时代 没有任何一款路特斯的车型 能够让我说出 它适合日常代步 但是今天这台Emea 它确实能够做到这一点 而且能够很好的胜任 所以我觉得 进入到电动时代的路特斯 或许真的没有以往 那么极端 那么极致 但它确实变得更加全面了 我相信此时此刻 屏幕前的你们 依旧怀揣着那个 因为小众 所以热爱这样的内心OS 我和你们一样 但是我相信 进入到电动时代之后的路特斯 它想要走向一个大众化的发展路线 它要去迎合更多消费者的用车需求 所以我能够理解这台车 它所展现出来的全面和均衡 当然 面对像保时捷采抗 和特斯拉Model S Plaid这样的竞争对手的时候 我依旧愿意把我手中的这一票 投给路特斯的Emea 因为当我看到这台车的第一眼 再到我把它驾驶起来 整个过程 这台车让我作为一个男生 感觉自己依旧非常年轻 我期待着下一次 能够在赛道的驾驶模式下 在一条真正的赛道上 跟这台车一起玩耍起来 我们下一期抢先试驾节目 不见不散